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净客气 之前我也带大家分享了 苹果相册如何添加拼长图功能 我们选择几张图片后点击分享 它这里有一个拼图的选项 这个功能主要是能将几张图片拼接起来 不过最近有朋友问我 别人点击分享后 它不仅有拼图 而且还有九宫格功能 这个要如何添加 其实这个功能我们自己设置起来非常的麻烦 因为它里面有许多步骤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毕竟有成品 需要的朋友可在这里获取 会之后我们先进入手机的快捷指令 这里我们点击九宫格上面的三个点 点击右上角进入设置 进入后我们将这里的 在共享表单中显示打开 点击完成 这样我们只要进入手机的相册 选择一张图片后我们点击分享 这里我们往下翻 然后找到并点击九宫格快捷指令 如果你想将它移到上面去 那么我们点击这里的编辑操作 最后添加这条快捷指令就可以了 制作好九宫格图片后 这样我们就能直接发朋友圈了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